欢迎您收看 今日6度 美国版 佐治亚州大陪审团建议对39人提起指控 其中包括林赛 格雷厄姆 澳洲ABC 以特别大陪审团调查推翻乔治亚州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的努力 建议起诉的人数比检察官最终起诉的人数要多得多 其中包括一位现任参议员和两位前参议员 这份9页的报告显示 陪审团建议对39人提出指控 报告称 特别大陪审团建议对长期代表南卡罗莱纳州的参议员林赛 格雷厄姆 以及当时的乔治亚州两位参议员凯利 洛夫勒和大卫 佩尔杜提出指控 报告的附录部分有19页 其中的一部分已2月份发布 但因为法官推迟了对具体人员提出具体指控的建议的发布时间 直到上个月的起诉之后 特朗普集团将布朗克斯高尔夫球场转让给由纽约市报复的赌场公司 美联社 特朗普集团已将其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区经营公共高尔夫球场的权利 出售给了娱乐公司Ballis Corporation 租赁转让的条款没有透露 此举是在该市试图在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袭击事件后 将特朗普的名字从高尔夫球场上移除之后进行的 特朗普集团自愿放弃了经营权 Ballis将全面接管高尔夫球场的运营 管理和维护工作 使特朗普集团不再参与其中 特朗普助手对乔治亚选举案的挑战失败 BBC 美国一名法官拒绝了特朗普助手马克 梅多斯将其个案移交至联邦法院的请求 这一裁决表明 类似的法律策略可能也会失败 包括特朗普和其他共同被告的案件 梅多斯被指控密谋推翻乔治亚州2020年的选举结果 法官裁定梅多斯未达到将案件移交至联邦法院的门槛 因为证据显示它是代表特朗普竞选团队形式 预计梅多斯将对这一裁决提出上诉 上诉法院缩减了禁止拜登政府与社交媒体平台联系的命令 美联社 一家联邦上诉法院限制了一项 限制拜登政府与社交媒体公司沟通的下级法院命令 尽管法院表示政府不能强迫社交媒体平台删除帖子 但他拒绝了下级法院裁决中更广泛的措辞 该措辞实际上禁止政府机构与平台联系以请求删除某些内容 拜登政府现在有10天时间寻求最高法院对该裁决进行审查 这起诉讼声称 政府官员通过威胁采取反垄断行动 或修改联邦法律来迫使平台删除内容 法官表示 关于特朗普房地产吹嘘的民事审判可能会持续三个月 英国独立报 根据负责此案的法官制定的时间表 一场关于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关于财富的谎言的民事审判可能会持续长达三个月 这场审判定于12日开始 涉及纽约州总检察长莱蒂西亚 詹姆斯对特朗普及其家族企业提起的诉讼 詹姆斯指控特朗普夸大其房地产资产的价值 以欺骗贷款人和商业伙伴 预计审判将包括关于特朗普房产实际价值的专家证词 并计划于12月22日结束 然而 律师们如有需要可能会请求额外的时间 特朗普的法律困境给总统竞选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加拿大环球邮报 明年的美国总统选举 预计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庭行动的影响 这与以往的选举活动有所不同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预计将利用他的审判来进行竞选 而乔拜登总统的儿子可能会被起诉 这将使特朗普能够继续攻击拜登家族的道德 并迫使拜登回答有关他儿子活动的问题 一些人也对候选人在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等州的存在意义 提出了质疑 去年 一个北达科他州男子因撞死一名青少年 被判入于五年 美联社 去年 北达科他州的一名男子 Shannon Brandt因撞死一名18岁少年 被判处五年监禁 Brandt最初声称 这名少年是一个共和党极端分子 在一次政治争论后 威胁了他 这个案件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并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对其所谓的政治性质的强烈抗议 唐纳德 特朗普在一次集会上谴责了这起死亡事件的所谓政治背景 Brandt承认犯有过失杀人罪 并被判处五年监禁 其中包括近一年的服刑时间 之后还要接受三年的监督缓刑和一年的驾驶执照暂停 加利福尼亚州立法者投票限制地方选举官员何时可以手动计票 英国独立报 加利福尼亚州的立法者已经投票决定限制地方政府手工计票 以回应北加利福尼亚农村县与Dominion投票系统取消合同的举动 该线保守派多数的监视会投票决定 并弃用于计算手工标记选票的投票机 加利福尼亚州议会通过的法案 只允许地方选举官员在特定情况下进行手工计票 该法案现在将提交给民主党州长加文、纽森 Dominion投票系统正在起诉福克斯新闻 指控其放大了有关该系统的阴谋论 斯科特、麦卡菲、特朗普乔治争议案的年轻法官 BBC只担任了六个月的法官斯科特 麦卡菲被指派主持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和18名涉嫌共谋的人 在乔治亚选举干预案件中的审判 麦卡菲作为保守派法律人士 冷静的态度使特朗普及其盟友 很难指责他有偏见 法律专家表示 麦卡菲之前作为检察官的经验 和他严厉但公正的声誉 使他非常适合应对这个案件的挑战 在美国 加拿大对特朗普的游戏计划 就是加快谈判的节奏 多伦多星报 加拿大驻美国大使克尔斯滕 希尔曼表示 白宫希望向加拿大保证 美国总统乔拜登签署的最新行政命令 对美加两国之间的合作 不会产生影响 希尔曼表示 与白宫的讨论始于6月 并且美国政府明确表示 该命令不会限制加拿大在这些合作中产生的创新的商业化或制造角色 这与之前的美国政府形成了先明对比 后者经常忽视加拿大的利益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 entendu 小文贴 第一igma 二讯 码 外脑 空 b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